而面對郭台銘呢 宣布絞著任何司總統大位呢 對此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表示 藍營的人心情都很差 希望大家能夠團結 不要為了小我破壞大我 那麼也因為郭台銘現在已經正式參選了 沒有模糊的空間 所以未來如果藍營小姬再為郭台銘站台 就會以黨籍處分 主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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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支持者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露出笑容 不忘為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拉票 因為現在最該加油的就是侯友宜 藍營的人今天是Monday Blue 大家心情很差 民進黨到處都在放鞭炮 今天晚上聽說他們很多餐廳都被訂滿了 民進黨都在慶祝 朱立倫一語道眾的恐怕不只是藍營新生 武當級總統參選人郭台銘 在28號正式宣布角逐2024總統大位 消息一出對於在野陣營來說 簡直是晴天霹靂 台灣真正的主流民意是希望大家能夠團結一致 更不希望為了小我破壞大我 更不能為了自我妨害大局 朱立倫話說得很酸 畢竟在最新民調當中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的支持度 也要領先民眾黨的柯文哲 以及國民黨的侯友宜再也再度分裂 讓這場仗更難打 兩兩的溝通或三個一起溝通都是好事 我們跟民眾黨都長期保持聯繫 不要做輕痛仇快的事情 是我跟柯主席的共識 郭台銘先前喊話柯侯一起喝咖啡 但這咖啡制約卻一拖再拖 如今終於迎來轉機 根據了解在二十九號晚上 郭柯兩人會在台北市計程車工會 普渡餐會碰面 郭伴已經準備好奶茶跟熱咖啡 任柯文哲選擇 而郭台銘作為泛藍陣營 曾有不少國民黨小機與郭台銘同台 在郭台銘宣布參選之後 朱立倫說出重話 2024總統大選局勢扑朔迷離 國民黨的每一步都需要審審思考 就有藍新發張宇宣指導報導